今天我們呈現 沒什麼人知道 輸出絕對包表的隱藏神教 來看我的寵物 打個招呼吧 嘿大家好 我是尚恩 今天本來是娜塔亞 娜塔亞呢也是我非常喜歡玩的一隻英雄 她有兩大特性 第一個特性呢就是傷害非常的暴力 純粹的高輸出 像這一場呢隨便打了40% 再來呢她也是一位挺漂亮的 長頭小姐姐 不是嗎 如果你認為她很漂亮呢 請我們點個讚 目標八百個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也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另外有趣的小知識呢 娜塔亞也是歌手阿福愛用的英雄 我看她呢玩的也相當不錯 娜塔亞的重點呢在於高輸出 她跟亥犽有點相似 技能累積命中的話呢傷害會疊加上去 疊到最後會高的不行 所以呢她不太需要像傳統的爆裂法杖 反而呢她需要的是冷卻時間 推薦出冷卻血 最後一段影片呢我們的一技能 只要命中敵方英雄就沒有CD 可以一直噴 如果啊敵方目標離我們太近的話 我們只要狂點一技能 瞄準都不用直接點 如果敵方目標離我們太近的話呢 或者是她被控制住不會動 一技能直接點就可以了 再換招到團戰中呢一技能可以造成高額的傷害喔 就被敵方銀咒殺了過去 先交個瞬移 所以呢也是我們唯二的保命手段 另外一個保命手段就是我們大招 開啟大招之後呢會馬上解控 獲得免控效果 而且獲得一個護盾 護盾期間呢都是免控的喔 所以不用怕 有時候我們的大招呢可以用來幫忙反殺 那條比較瞄準的就是我們二技能 二技能盡量瞄準一點 那很重要喔 二技能呢 他影響力非常的大喔 如果我們命中敵方的後排呢 比如法師射手 通常呢在敵方醒來之前 就把他秒掉 而且呢二技能也是疊下很多層 也有大幅幫助我們傷害的提升 再來呢她的一技能 一技能的話呢可以螺化 當然也是要瞄準一下 但是呢只要滿足特定的情況 你可以試試看只要點一下 然後會自動射擊 只要目標是不會動的喔 比如她剛加完技能 有一個後搖的延遲 或者呢她被控制 被暈眩擊飛等等的喔 動作不要太大呢 一技能直接點都會命中 再來就是我們的大招 關於大招的話呢 有些時候是可以直接點 有些時候則不建議 如果目標離我們太遠的話呢 大招會射到奇怪的地方去喔 可能會射到附近的小兵 建議是呢 比如我們在小組裡蹲人 蹲到人的話呢 目標離我們不會太遠 就可以直接二一三 目標在離我們不會太遠的情況下呢 大招只要一點 就會自動射目標 相對的如果目標離我們比較遠呢 會射到小兵 這點呢是我個人的親身體驗喔 我們已經用大招射小兵很多次 敵方呢以為我們在清兵 出裝二一魔紋 關於核心魔紋的話呢 其實有很多選擇喔 就算你要帶重靈遊蝦 我也不反對 把敵方緩速緩著 二技能更好命中 說真的呢 納戴亞的核心魔紋 沒有特別要帶哪一個 你要傷害的話呢 萬聖聖能增加我們的爆發跟消耗 死亡速速也很好出發 畢竟我們的一二技能呢 都是多段式傷害 所以呢都可以 如果你要帶神聖守護呢 也沒問題 畢竟呢額外的護盾跟魔法吸血 都很好用 那塔是一個不缺傷害的英雄 結果我們傷害呢 殺射手 殺後排是完全一出的 我們大概大招只開一下下呢 敵方就死掉了唷 還沒有到我們總輸出的 可能三分之一 再來呢你呢帶著我復始 也沒問題 所以呢核心魔紋就隨便你帶 如果你要安全起見呢 穩定的話就像我們帶萬聖聖累 奧義的話呢荒蜂精靈玷污 精靈你要帶十顆也行 中間可以塞五顆血魔 裝備的話呢就像我們家吃就好了 除非你感覺到呢 針對的氣息 通常那塔亞呢不會被針對喔 如果真的一直被針對的話呢 那就買零雙寶珠 可能可以在第二件就買 那塔亞的核心玩法呢 你可以像個薇菈 也可以像一根絲 還是比較豐富多邊的 不像薇菈只能薇菈 一根絲只能一根絲 像薇菈的玩法呢就是盾草了 盾草呢只要敵方不是牛魔王 就算牛魔王被我們盾到一套 都可能會死 注意這個勇給我們對射 他完全不是我們對手喔 我們速度更快 而且呢射完就可以離開 所以玩那塔亞呢隨於遊擊戰 邊走邊放技能也是挺重要的 差一點喔 這邊如果我 加一個送移應該可以帶走他 可是我們士尼是要留來保命的喔 就不要隨便亂用 如果收到他頭呢 賠償我們自己的性命 也不划算 關於技能操作呢 比較大的訣竅就是 二技能要瞄準一點 要把二技能的 飛行速度也考慮進去喔 還有我們施法速度 正常一技能呢 我們會習慣預判敵方的後面 往敵方後面射就對了 以前一技能會被所有東西擋下喔 包括小柄 改版之後呢一技能不會被任何東西阻擋 像黎魔王在我們前面呢 我們可以往後面射 有機會射到後面的射手 那塔最大問題呢就是沒有 保命手段 可是我們的走位呢跑速還算快 走位好一點都沒問題 這版本流行的英雄呢 都挺脆皮的 就算是躺心的大野呢 瑟斐斯 那塔亞龍和瑟斐斯 也完全沒問題 瑟斐斯比較 笨重一點喔 相較於其他主流大野 我們的一二技能要命中他呢 也不難 我們的最大重點在於輸出嘛 輸出 所以就更好都有了 對他前面打 我們在後面偷偷射 欸 這邊 這招叫做 人多失蹤 舉報我一下 敵方輔助跟銀洲都在 看能抓到誰 哎呀這女王壞掉了 打著他 連續噴我們的一技能 相當療癒喔 老實說呢那塔一技能臉噴 比易耿斯的技能臉噴更簡單 畢竟我們只要命中目標就會刷新 易耿斯呢還要觸發印記什麼的 還要按來按去 同一時間呢傷害是無法比較的喔 我們噴三個一技能的傷害呢 易耿斯可能要噴六到十個 那塔的傷害是高很多 總結呢你玩那塔啊 技能要準 第二位準的傷害就非常的高 相當逆天喔 只不過呢他也考驗玩家的觀念喔 尤其是看小地圖 要判斷一下敵方的威脅在那 但塔一比較怕被盾 舉例來說呢如果我們被銀洲盾的話 會比較難受 相對的呢銀洲被我們盾到 他也不好過 就看誰有主動權 那我不認為那台這版本呢弱勢喔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能相當人們 如果你知道為什麼呢也歡迎告訴我 先跟隊友拉隊友要幹嘛 我們就幹嘛 很好相處的 要是開賽可以喔 我們數據也是很高 哎唷 抓到一個銀洲 請他吃一套 可惜呢大招沒噴文 笑一下劉魔 剛剛是滿血的 他已經半血了 劉魔已經殘血了 一小滴血 可惜沒帶走他 有沒有注意到我們這個龍花坦克的死力 而且我們的裝備呢 還是出拒魂路跟惡魔微笑 並不是出 吹暴力的全攻擊 當然我們也不需要 多暴力的全攻擊喔 冷卻時間比較重要 這邊說了吧 我們根本就沒有出多暴力的裝備 沒有像克里希一樣出 暴力法杖 巫妖王冠 也是可以秒殺敵方的射手 這秒殺速度呢 應該比克里希比薇拉更快吧 當然取來第一次的是呢 他跟亥犽有一樣的問題喔 就是技能要瞄準要射得中 比如說呢你看我玩亥犽傷害很高 可是你看你朋友玩亥犽呢 可能怎麼打不出傷害 原因很簡單呢 就是他技能沒丟準 所以呢如果你玩得好亥犽的話 你玩亥犽應該也是沒什麼問題 我認為亥犽比亥犽更容易命中喔 畢竟我們照丟完就可以走了 不用持續的丟 而且呢手也比較長一點 況且呢我們可以寬穿一切 跟亥犽一樣的道理 這麼強的英雄怎麼還不樂悶 難道要給我們的二技能 新增一個擊退效果 才樂悶起來 把敵方美娜打殘擊殺 再擬魔王 注意到他剛剛是滿血的 不堪一擊 用完之後呢我們招牌是全冷卻好的 大招也馬上冷卻好 我們剛才說兩個人 現在又有全技能 冷卻的那台喔很狂吧 OK二技能最好是預判性的使用喔 這裡已經沒兵了 可是隊友還是追得上去 感覺可以強拆 敵方三路全破 一技能呢就往敵方最遠的英雄丟 不要忘記要可以貫穿一切 OK 敵方的勇已經殘血了 可惜沒打下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持續的輸出的 那台玩家的關鍵呢 首先瞄準一點 再來走位好一點 那你就是一隻 輸出超狂暴的法師 像這一場呢我們就打了一個獅子頭 那影片就到這了 感謝你的收看 那我是尚恩 我們下部影片見 那我喜歡記得按讚訂閱分享